《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好了我们继续第二节的对话韩人 又请韩先生你和我们评论一下钓鱼岛 钓鱼台中日的军事对峙 究竟今次有没有一些真点的危机 和算不算是大家在那里的增持升级了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好像都是说 你有你去巡航 我有我去巡航 今次为什么又会好像有些局势有些升级的迹象呢 是的 以前如果追溯得更远 稍为远一点点 钓鱼岛一般一长期以来 以前都是日本实际控制的 很坏不坏 他不知为什么鬼迷心肖 就搞了一次收归国有 是吧 扣岛 中国又趁雨的机会 就有些少用场 派公务船等等去巡航 改变了那种现状 其实改变了这个现状之后 大家都去巡航 大家都去巡航 去到那里的时候 就看到白山说了几句 就说 喂 你要入侵了我们那里 你要走 都是这样的东西 这次日本突然间就说 中国的潜艇在钓鱼岛海域就停了 日本跟着自己也摔军舰 摔潜艇去到那里 跟着就向中国政府发出抗议 其实这些军舰在潜艇 就没有进到钓鱼岛的领海 只不过在外面 但日本似乎很紧张 中国的外交部马上就反驳 你恶人先告状 其实你的潜艇先进去 我们先派船去那里监视你 日本马上外务省就召见 中国的诸日大使程永华 提出抗议 程永华 直接就是不接受抗议 对不回头 这次就有多少升级了 因为以前是公布船去的 现在就搞到要出到军舰了 虽然这种这样的对峙 我认为就是一种新的现状 维持了一段时间 一定都会发生的了 但是如果你认为 今次是一种战争的宣兆 或者是威胁或者迹象 这些我觉得又有点夸张 在中日钓鱼台打着仗 现在未到时候 我素来都说 日中就必有一战 始终中日就必有一战 但是呢 不是现在 看看将来 什么时候 我大概都很难看到 但是呢 无论如何 这个钓鱼台的归属问题 始终都是中国和日本的一个毒楼 始终它都要发的 是吧 总之 今次这些军舰的对峙 我想过几天 就应该是风鸣浪正的了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应该是没什么很大的事发生的 但是 会不会就因为这样 又使用钓鱼台的那个现状 发生了什么改变呢 那谁也认证不了 不过我估计 这些可能性 并不是太高的 尤其是现在 日本的干部手上 就是很想和中国搞好关系的 中国也都真是希望自己的周边和平一些 安定一些 不要搞到太紧张 尤其是已经 朝鲜半岛已经够了紧张了 是吧 台湾也都在台湾方面 也都有一些 不是很稳定的 跡象 那和日本关于钓鱼台的争端呢 我估计暂时都不会发出来的 嗯 好了 那我们又住一段 就说一下 最近 就是这两天 在中国过来的网上都挺抢眼球的 就说这个 国际的大型 连锁旅店 万豪酒店 居然在中国里面的官方网站 和他发给他那些客户 就是旅客的一个问卷里面 就将西藏和台湾 香港澳门都列作国家来处理 搞到网站都被人封了 究竟这件事你又怎么看呢 本来就是以前 香港和澳门未回归的时候 这个 这种情况 都不是十分很严重的 当然 几十年前 我记得七十年代的时候 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就那时候 已经意识到 这个 原来是一个问题来的 故事就是 当时的 广东外语学院 请了一个 好像是英国的教授 就去教书 这个教授写了一篇文字 就清台湾 就是清国家的时候 就将台湾列出去 当时 因为这位 英国老师 是一个友好人士 所以 不便做什么处分 但是 教育当局 也都 发文 通报批评 提醒大家注意 所以 这些这样的 将这些 台湾 香港澳门 列为 一个国家 在很多外国人 都会犯这个 这样的 错误 我的理解 可以 把它理解为 一种失误 并不是问题 并不是太严重 现在这个问题 在于 就是 强调了几十年了 曼豪 中国 都还犯了这个错误 如果曼豪 总部发的 这些文件和资料 是这样的提法 这个不出奇 会有 算是一种失误 但是 曼豪 中国 的管理层 公然能够 犯这样的错误 那 真是 令人意外 本来 中国现在 很多人 对这个问题 都相当敏感 今次曼豪 被人 今次曼豪出事 就是给一些 网民来 检拒 当局 可能 原来都是 蒙茶茶都不多知 普通的人 怎样举 尤其可悟的 就是 把西藏 列入去 如果 把台湾列入去 他还说 尚且 可以理解 但是西藏 你把他列入去 是 真是一个 极其低级的错误 万豪国际 中国的管理层 今次这个责任 就没得走鸡的了 一定要 那 万豪出了这件事之后 有关的中国的官员 就已经找他们 聊天了 在网上 在网上 万豪也作过 好像是四次道歉 但是 基本上 都是通过 这些道歉 真的 的确是很难通过的 是吧 隨便说一句 就算了 是吧 所以 今次 万豪国际 我相信 在中国 那只锅 就 那只锅 就不是那么容易 吃得掉 那 据说 万豪在全世界 有几千间酒店 在中国 七十间 这些高档酒店 住的人 多数都是有钱的人 那 问题就在于 如果 中国政府 要玩你的话 为了这个问题 他完全可以搞到你 万豪在中国 你是鸡毛鸭血的 那 那 万豪呢 我想一下 如果你想继续在中国做生意 你就要想些计计了 看看 怎样 能够 採取措施 道歉好 什么好 炒那些 责任人好 总之 你就一定要搞到 中国政府 认为都OK了 那 至于那些网民呢 你想他们满意 就比较难的了 那这个故事呢 你都从另外一方面呢 就告诉我们 中国人 现在对祖国的 对国家的统一 是非常敏感的 是吧 所以 为什么 对武统台湾 能够得到 90以上的人支持呢 也是这个原因 尤其是现在 中国的国力呢 已经是相当大 提高了 是吧 以前呢 或者会哑忍 是吧 任得你说 但是现在不是了 是吧 它有能力了 是吧 如果你不听的话 如果你挑衅的话 它可以懲罰你了 于是这个时候呢 这些 这些这样的 挑衅的势力呢 就真的 我想要小心一点 那当然啦 你如果跟中国 没关系的 是吧 又不在中国做生意的 又不去中国的 那你怎么说都行 是吧 它都哪场莫及 都理你不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是跟中国有交集的 你要真的在中国 找食的 这样的时候呢 这些这样的 就要小心很多了 是吧 那 据我的认为呢 就是 这个预仗呢 对中国人的教育呢 是相当好的一个机会来的 但是 我们也都要 比较冷静一点 合理一点 是吧 比如它 曼河国际 如果作出诚恳的道歉 那你都不能够 捉住它 不放 是吧 是吧 放它一马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 同样时间再会 再次提醒大家 在2月3号 林修荣先生 和韩先生 也都有一场 现场的 对谈对话会 在屋伦举行 留意我们的报纸 和电脑的广告 好 多谢大家 拜拜